讓我們這個全新的開始啦 雖然好像大家不久前才看到我啦 不過沒有關係 好不好 欸 看到護理師你怎麼也留著啊 耳朵跟畢章比較一樣 喔 好好好沒關心 對我約好了 你是不是被凱傑那個那個那個激勵了 哈哈哈哈 如果說你沒有參與到啊 那昨天 昨天那個 那個 蘇老師請吃飯啊 晚上的時候請吃飯啊 凱傑去跟大家分享成功認識的經驗啊 呵呵呵 對阿開街低噴工作找了那個年薪85萬啊 對阿我覺得非常好 好啦我們來現在 我們現在我們今天來上課啊 這個 呃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們大家知道一下這堂課跟上堂課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啊 上堂課是教大家寫程式嘛對不對 這堂課其實你會發現 等一下你會發現好像沒什麼程式啊 也是有啦也是有 但是 問題是好像這個好像比較像數學課啦好不好 但是也不用那麼緊張啦好不好 相信你們大家一定都會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這節課的這個 欸不要不要笑那麼 笑那麼 害怕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首先啊我們先教一下這個人工 就是所有東西的基本原 這個是 呃我們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要教的就是深度學習啦 你們以後看到人工智慧啊什麼都是 他的背後都是這個東西 那他的背後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數學函數 就是你丟給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喔可以是很複雜 只要一張圖也可以好不好 但是出來的結果啊 出來的結果他可以是 他可能是簡單的 好不好 他這個 這個是無所謂的 就算說 你丟進一個 啊 我們最簡單的一個想法就是用線性回歸 你丟進一個生 那個爸爸的身高 然後預測你的身高 這很簡單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這個任意X丟進去之後 他會經過一些複雜運算嘛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那些複雜運算 搞了半天其實就是加線乘處啊 反正就那幾個而已啦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只是可能會搞得很複雜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經過一堆運算之後 他就會得到一個 output嘛 對不對 那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 prediction function 預測函數 大家記住這件事喔 預測函數這個事情喔 好那 預測函數最簡單最簡單的狀況下 我們就是把這個 用線性回歸 來當作是我們的預測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線性回歸在這邊 我看了一下大家 這邊所有人都看過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就長這個下面這個樣子 這樣看你對這個東西有點熟悉了吧 有熟悉喔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線性回歸 預測方程式定義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 預測 呃 預測方程式定義完之後 我們 這樣的一個式子我們怎麼樣可以用 要怎麼樣才可以用 好我們 來一點點點點人好啦 來張家綺你要不要講講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預測方程是怎麼樣之後可以用 現在這樣可以用嗎 不行 那那怎麼樣可以用 怎麼樣才可以從用 用爸爸的身高預測你的身高 喔 結句跟協率算出來 大家有沒有聽到結句跟協率算出來喔 好 所以我們總是要想個辦法找出一組 參數 然後讓這一個 function 它是這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是可以walk的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現在介紹幾個名詞喔 第一個叫函數組 Function set Function set 代表 現在裡面的參數啊 我還沒確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線性回歸 它是一個 function set 這樣可以嗎 一個函數組 那 function呢 Function是這個參數已經確定了 主要說 Beta0等於 這個1 Beta1等於2 那這一個是在那個 function set 下面的一個特定的 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為什麼要定義這兩個名詞呢 我要定義這兩個名詞 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啊 當你定下了 function set 以後 之後 就是我們定立了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當你定下了 function set 以後 它的結構就再也不可能改變了 我們現在有的數學技術 沒有辦法做到讓它的結構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以線性回歸為例嘛 對不對 我們只能夠改變它的參數 所以我們是在一個 function set 裡面找 底下的 function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怎麼找喔 好不好 找出 在一個 function set 裡面找出底下的 function 相當於是我找出一組參數 這樣可以吧 然後讓我可以滿足 用X去預測Y 就這個樣子 好這樣你如果我都聽得懂的話 我們來看下面這裡 那我要怎麼去找那組參數咧 我們需要一個東西叫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喔 我們會叫它 cost function 或 loss function 洛維生幫我寫字好了好不好 我們先 你就幫我先寫一下 function set 然後 function對不對 然後跟 cost function 跟 loss function 好這個 到時候你們那個 讀深度學習的時候 這些 turn 都會用到啦好不好 讀深度學習的 paper 的時候其實都會出現 這個 你們那個 看著看著跟江振忌 你們之前都是報深度學習的 paper 對不對 你們把這個學習結束之後 再回頭看看你們當初報的那些 paper 看看會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對 你們一定會非常有感覺的 因為你們以前看不懂的 可能你們通通都看懂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損失函數 cost function 它是要拿來幹嘛的呢 它要定義 因為我隨便給一組 我任何一個 function 在 function set 裡面的任何一個 function 我丟給它爸爸的身高 它就可以預測一個兒子的身高嘛 只是 準不準這個不知道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準不準不知道 但是就是可以預測嘛 所以這個 white heart 是一定可以產生的 對吧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就是 看著我 我這個white heart是一定可以產生的 那 你是不是有個實際值 你有個實際值嘛 你的實際值跟預測值 它們之間 可以產生一些差異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產生一些差異 產生一些差異 那這個差異 我們去定義它 我們去用一個函數 去定義它說 這個差異的 呃 我們 這個差異的大小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東西 就叫 損失函數 cost function 或loss function 好 那這個 loss function 以 線性回歸來講 它就是殘差平方合 兩者相減之後平方 再全部累加起來 對吧 好 那我們 有了 predition function 跟 cost function 之後 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就是 找出一組 beta0跟beta1 讓loss function 最小化 loss loss最小化 不是loss function 不好意思 loss function 就是一個function 最後產生一個loss 讓loss 最小化 我們再看一次喔 我們今天 如果你有一組爸爸媽媽 對 這個 就是你有一組 爸爸對兒子升高的 一組資料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找出一組資料 我們現在大概這樣想像一下好不好 我們就 主要說我們就三筆資料好了 我們就三筆資料 這樣 我寫下來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是哪一支筆是能用的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支 那應該 那支紅 那支是不能用的 好 好 我們寫在這裡 大家看一下喔 現在有三組資料 第一組是 好 不要 就是x跟y好 我們隨便 隨便 隨便 點 00 01 23 好 假如說我們現在有一組這樣的資料 對不對 然後 我們的 predition function 現在一定說是 y 等於 beta0加 beta1x 這是我們的 function set 對吧 在這個 function set之下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組 beta0 等於0 beta1等於1的時候 他的loss 等於多少 我們來算一下好不好 帶進去這邊0嘛對不對 預測0 這個預測也是0 這個預測就是 這個預測也是0 因為 beta0 1嘛對不對 這個預測也是0 然後這個預測是2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差1 這個差1 對吧 所以這個 這個差2平方2是不是2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一樣再帶一個數字下來 beta0 等於1 beta1等於1 那我們一樣再算一組 loss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樣loss等多少勒 這邊 預測值是1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邊預測值是1 那這個預測值是2對不對 這個預測值是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0帶進去嘛 誒 這個預測值是 這個預測值也是1 這個預測值是1 這個1 1 那這個2 2 這個預測值是3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對於這一組來講 它的loss是不是1 等一下 你把它全部加起來嘛 這個差1 差0 差0 所以最後 loss是1嘛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 單就 這一組數據來看 我們 因為我們定義好了 我們的loss是長成 長差平方核 對吧 以這組數據來看 下面這組參數 是不是比上面這組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 就要下面這組嘛 因為 我們要找到一組 β0跟β1 讓我們的loss 最小化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先不管怎麼求啦 好不好 怎麼求我們等下再講 好不好 只是說 你現在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我們其實就是 來 我們先 把x輸入進去 得到y heart 那得到y heart之後 y heart是不是可以跟y 經過這個 這個 這個cost function 產生loss 那產生loss之後 我們把它全部展開 以現金回歸為例 全部展開 他就長這樣子 loss就等於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會不會跳太快 這邊 我會講得非常慢哦 大家好好學啊 好不好 他是不是就長這樣 好 他講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 找到一組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 我們 呃 我們當然可以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帶 對不對 但帶不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beta0他從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而且理論上他可以無限分割 對吧 那 beta1他一樣也是從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也可以無限分割 所以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帶 然後去求到最後的答案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個方式 讓我可以去求到那個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在講的是人工智慧的原理 先提出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這個Predition Function是一個Function Set 當我提出之後 Function Set就不可能改變了 換個講法 函數的結構就再也不可能改變了 接著呢 定義一個Cost Function 定義一個Cost Function 把Cost Function跟Predition Function合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Loss 找出一組 參數 找出一個Function 換個想法就是找出一個Function 在這Function Set裡面找出一個Function 讓我的Loss最小化 我們的目標就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而做這件事情的 另外一個講法就叫訓練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找出一組參數就要訓練一個人工智慧 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好我們現在 如果你完全了解我剛剛講那句話 你會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其實這是在求極職嘛 這樣可以接受 這是在求極職 這沒有問題吧 你們現在大家都可以接受嗎 我們不希望第一節課 大家就完全跟不上 好不好 你們要跟不上 現在到第八節課以後 才可以 還可以允許你們 有略微的跟不上 前面的課 跟不上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好不好 然後那個 那個 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其實就在求數學的極職嘛 對不對 找出一組參數 讓這個函數最大化 或最小化 那考這不就是求極職的問題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我們怎麼求極職的好不好 來這個 我們先不要解前面這個方程式嘛 前面這個方程式很複雜 對不對 這個方程式很複雜 我們先來看一下 欸來來 大家看一下這個函數啊 X平方加2加1 他的極職在哪裡 好我們再換點一個人好了 來這個 江山景他的極職在哪裡 哈囉 老師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的極職在哪裡 要 要微分 你 你對這個函數的極職在哪裡 你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 不是有寫微分嗎 那微分 微分之後的函數 叫導函數 對不對 我再幫你們複習一下導函數 導函數就是 對這個函數的微分 叫導函數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就是他的極職對不對 江山景 你這個部分 你雖然說你不知道 但是這個部分你應該學過吧 知道 你知道吧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 那 我知道這個函數在 X等於-1的時候他有幾值 第一個問題 幾大值還是幾小值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不太出來 快樂復帝師你要不要幫他回答一下 老師我沒有學過微積分 你沒有學過微積分 所以這個過程對你來講 非常困難 哇那我覺得你後面的課上不了 怎麼沒有 現在你再看一下好不好 蔡仁漢 這是幾大值幾小值 蛤? 你是數學系的喔 對 哎唷 好那我們用數學系的話來講一下 這幾大值還是幾小值 幾小值 好那我問一下 那我再問下一個問題 這是幾小值 幾小值 怎麼看的這個 我們就不解釋了 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也蠻簡單 而且這個對我們以後不影響 那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有幾值 所以系的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來 他講到重點囉 因為斜率等於0的時候有幾值 什麼 什麼是導函數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讓那個x平方 加 2x加1 他的函數圖形 我是隨便畫的好不好 他還 這個筆真的是很爛 這個筆真的是應該丟掉了 不要害人對不對 好我就把他丟掉了 我決定了就把他丟掉了 這個 我們把他丟掉應該也不需要跟人家報備啊 對不對 就把他丟掉了 好來 這個函數 他長這樣嘛對不對 那導函數是什麼意思 導函數他剛剛講到一件事喔 他說導函數 就是他說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就是切線斜率等於0 對吧 剛剛他是數學系列這麼講的嘛對不對 好所以其實導函數對函數求為分 我們得到導函數 其實我們得到的是切線斜率函數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對這個函數求導函數 得到2x加1對吧 代表是 當x等於1的時候 他斜率為4 切線斜率為4 x等於1的時候在這裡 切線斜率在這裡 斜率等於4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在這裡的時候 斜率為0嘛 斜率為0 意思是什麼 我就不再動了 斜率不再變化了 就是我的位移等於 我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我就是 到達一個高峰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高峰或低谷啦 你們可以這樣想啊 切線斜率就是 你現在能站在這裡 我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0 他是平坦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我現在正在爬山 我的切線斜率是不是正 我在下山 我的切線斜率是不是負 所以我什麼時候走到 我如果爬山爬到一個地方 我走到一個地方 當我發現 我的斜率是0 代表我再也不能上升 也不能下降 所以他是極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如果你對這一整套 敘述邏輯 是清楚的話 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只需要用到微分 微分工具 我就可以求到極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導含 導含數等於0的地方等於極值嘛 對不對 好這樣 這個等一下 我們先確定一下 這裡沒有學過微分的 你 你不用說會證明啦 好不好 你只要會操作就好了 好來 那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這裡 就是你從上面變下面 我不需要跟你解釋說 這裡到這裡 這兩個式子之間是怎麼過來的吧 不需要 可以 好 江振姬你需要嗎 不需要 你沒有學過微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你需要嗎 你可以 可以嗎 我需要 你需要 你要不要 你們兩個 那你們兩個需要做在一起 這樣很嚴重啊 你是沒有學過微分嗎 那我先換微分 我對這個 你要做到極限旁邊換微分 你現在是真的不會 你現在真的是不會對這個式子為分是不是 不太會 這 這下 這下有點問題啦 可不可以找到應該是會吧 唉唷 好啦 我們有微分有一些簡單基本的原理 我們現在不教大家證明 數學系不需要我教吧 好不好 有微分有一些簡單基本的這個原理 就是你把這個2啊 你把這個2放下來 這2放下來 然後這邊變一次 然後這個 這個這邊其實本來是有一次啦 他要乘下來 然後變2 但是他一次就變0次了嘛對不對 x的0次方就是1 所以我就留著 那 常數項 那就直接丟掉就好了 好這樣可以吧 我講已經夠簡單了 我們 我們 這兩顆沒有辦法花時間 再上微積分了 你喚起了一些記憶 阿你呢 這個我聽得懂 這個你聽得懂 對 好我們繼續好不好 可是後面沒有那麼簡單 好我們繼續阿 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 來想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就是啊 我剛剛已經講完了 為什麼切線結率等於0的地方 我們 等於0的地方 就是有極值的 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子 你爬山爬到一個地方 他平坦了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想個問題喔 那剛剛我如果要來解這個 先進回歸 來看著 這個東西 那我要怎麼辦阿 好看到就頭暈阿 對不對 欸來 對這四子求極值 這麼求 來先對β0求微分 再對β1求微分 對不對 兩個四子同時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極值就在那裡啦 對不對 數學系的我沒有講錯吧 現在上數學系的課壓力好大 好像被verify數學能力一樣 好來這個 這個 這個 好當然是開玩笑的啦 對不對 這種東西我們那麼熟了 怎麼可能會啪咧 這個 這個 欸 那他想一下這樣子的求解方法有什麼缺點 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你 某一個函數 倒函數等於0 再某一個倒函數等於0 那如果你有100萬個位置數欸 你是不是要解100萬元連立方程式 這好解嗎 不好解 非常不好解阿 我跟你們講 根本就不可能解了 這根本就沒有辦法解阿 來我跟你講 大家會解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吧 不要 這不會解這樣我們就 我就好像我到了國小了阿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記得國一的第一課就叫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阿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想一下 1元一次連立方程式你需要算多久 很快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等量公里用他就可以解決了嘛 對不對 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你需要怎麼算 先把一個位置數用代入法消掉 對吧 可以接受吧 然後 求到一個位置數的解 再求到另外一個位置數的解 所以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理論上你要求三次 你要做三個動作 對不對 三元一次連立方程式怎麼做 來先得到一個 先消掉第一個位置數 再消掉第二個位置數 再求 某一個位置數 再獲得其中一個位置數 再獲得一個位置數 對吧 5次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100萬元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求極值這件事情喔 我們用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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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的話 這件事情是不太可 這樣懂我意思吧 雖然我跟你們講一件事 你們這些人都上過統計學吧 對不對 各位 李美雪的統計學 李老師的統計學 在求現金回歸的時候 用最小平方法 就在用我剛剛講的那件事 求 不信你們可以翻課本 蔡人漢有沒有印象 報告沒有是不是 欸 蔡人漢你不要不講話嘛 你是不是 忘記了 忘記了 你生頭過嗎 應該會過 應該會過 好好好 那這個 好現在大家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新的方法 可以拿來求極值 但是又不用求這麼多的 聯力方程式咧 好我們現在介紹一個東西 叫T度下降法 這T度下降法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 我們先不要看數學識 看數學識你們就會投婚嘛 對不對 家綺你現在會投婚嗎 好 現在覺得還蠻簡單的對不對 沒有蠻簡單的 好好好 覺得就是 在可控範圍內的這樣子 欸我跟你講 你們這個東西學完之後 你會發現 欸 其實 統計教了那麼多 其實它背後的東西是一樣的嘛 陸醫生你現在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什麼都 什麼都感覺是一樣的同歸 這樣公共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喔 我們現在 要求一個地方的機制 我先問一下 把你的眼睛蒙起來 請你找到國防醫學院的最高點 你要怎麼做 來 你怎麼做 大喊 國防醫學院最高點 少來啦 這樣就不會做阿 你沒有人阿 你只要自己摸 你要怎麼摸 摸不到 摸不到 按這邊聽 D D D 好啦好啦我們講國防醫學院不好 台北市的最高點 你要怎麼找 你要怎麼找到七星山 好啦我跟你們講阿 基本上你們就是 你們眼睛蓋起來嘛 對不對 但是你們總能感覺到上下高度吧 喔 對不對 你就是開車到處亂放嘛 對不對 或是到處走來走去嘛 對不對 阿看到 有往上 那我就繼續往上阿 對不對 阿有往下我會繼續往那邊走嗎 不會對不對 所以我就一直朝著 往上的地方走 你說這樣走法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會有問題 我現在這樣找台灣人最高點的時候 理論上你要到玉山嘛 對不對 但是你會不會到了 七星山你就發現 欸 我是全台灣最高的地方阿 我找不到更高的地方阿 欸這個東西叫局部集職 好不好 這個東西我們之後再講好不好 但是你現在知道一件事 我的確是有一種方法可以找到集職 就是 七星山總是個集職阿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七星山不是集職阿 對不對 是集職 只是沒有那麼好的集職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想 那我們現在來想 我們的邏輯是 我站在當下這個點 我觀察四周 我要找一個可以往上的地方 這就是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那請問一下 我現在在當下這個點 我如何觀察四周 在數學史上我如何觀察四周 導含數可以給我們一些訊息 因為我當下我有導含數的資訊嘛 對不對 我導含數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在這點 前列邪輯是四 對吧 四代表什麼意思 往右走 會往上 那如果我要往下走怎麼辦 減掉邪輯 減掉邪輯我就可以往後走了 對不對 我現在我xd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的x等於1 然後他告訴我slope 等於4 那他暗示了我什麼意思 請你往後走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接受 請你往後走 好那我就往後走好了 x等於0.5 這個時候slope 等於3 這告訴我什麼事 請你再往後走 往後走的大小我們先不談好不好 就是步伐大小 好那為什麼受不了 我們走到-2 他-2 那現在slope等於多少 slope等於-2 告訴我什麼 欸你不准再往後走囉 你現在往後走會變小喔 欸你現在往後走反而會變大喔 這樣都對不對 所以你要往前走 往前走為什麼說 欸 又是減掉邪輯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 我們哪可以隨機的先把一個 一個 就是已經把相當一個人好了 如果我們要找台北市的最高點 我們可以隨機的把一個人丟在台北市的某一個地方 那你丟在台北市的某一個地方之後勒 你請他就是走 然後根據邪律 根據導含數的值 求出來的值 根據那個邪律 你決定你要往哪方向走 走到某一個地方 你怎麼走勒 一直減掉邪律 一直減掉邪律喔 一直減掉邪律我就可以得到最小值 那最後我就會走到一個地方 如果邪律等於你 減了也沒有用 減了我也不會動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就是到極指了 好可以理解嗎 哈囉 江春景你看起來聽得懂喔 有聽懂 有聽懂 阿張阿晴你聽不聽聽懂 可以嗎 蔡龍翰 可以 快樂護比斯 我再努力 好 書學系的好好知道他 柯比小朋友可以嗎 會不會覺得 到這邊為止的話很簡單嘛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式子我們怎麼寫來 epoch t 就是第一代的x 等於上一代的x 減掉learning rate 這個learning rate是一個步伐的概念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只知道要減掉邪律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我們一步有多大嗎 對不對 我們從我們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我們一步到底是10公里 還是一步是10公尺 這個差很多喔 一步10公尺 這裡都可以把你困住 一步10公尺 欸 10公尺其實也蠻大部分的 對不對 我說一步10公分 這裡都可以把你困住阿 對不對 你發現一路平坦阿 對不對 那10公里勒 10公里看起來有時候是可以走的 應該是不會被這裡困住阿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會不會不小心一步跨過去 703就過了 有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步伐的控制大小 我們用這個LR LR叫learning rate 學習率 我們這個參數來控制 這個參數等一下我們會好好看 這個參數色大色小都會有問題喔 好不好 所以你先知道我們的式子長這樣 再乘以這個式子 你看不懂沒問題 你只要知道 乘以當下邪律 當下邪律怎麼算 導函數把當下值代進導函數裡面 我就可以得到當下邪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來試著 剛剛的函數 是x平方加2x加1對吧 他的導函數是2x加2 可以接受嗎 隨機起始值 剛開始是10 我們就隨便給 就是10嘛對不對 learning rate 我們現在設0.05 好 根據這些資訊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 這個T度下降法 我們把這整套流程叫T度下降法 好 第一代值是10嘛對不對 然後 10 是不是要減掉LOR 乘上 導函數 帶10 進去的結果 可以接受嗎 這個 到這裡為止 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們把LOR換成0.05 我們剛剛設的嘛 對不對 他的導函數是2x加2 2x加2 10代進來 2乘以10加2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你這樣算完之後 下一代 在Epoch1的時候 他是不是8.9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欸這邊都 大家都聽得懂吧 好 大家都聽得懂 這樣我們就放心啦 好不好 我們繼續來看 欸那8.9 那我們就繼續帶嘛 對不對 繼續把數字帶下去 好 8.9 一樣 減掉LaneRate 然後把8.9帶進去 最後我們得到的答案是7.91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這個算法不會有人有問題吧 對不對 繼續 7.0 6.2 5.5 最後你會到-1 再也動不了 為什麼 -1-0.5乘上 2乘以-1加2 那不是就減掉0嗎 對不對 再也動不了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T2下降法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人有問題 才能看笑得很愉快啊 都沒有問題吧 庫里斯也可以齁 沒有學過的積分 也覺得到目前為止是可以 欸你們到目前為止 你們有沒有覺得 欸 欸其實為什麼要學 為什麼 需要程式語言 你們終於理解他的邏輯了 欸這不是可以用回圈做嗎 可以吧對不對 因為他所有的動作都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啊只是 只是那個 上一代值都下一代的往下 這不是跟做費波納奇數列很像嗎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都是前面的結果去算後面那個結果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跟你們講 這個整個 這個過程在統計上面就要疊代 如果你們在上那個統計課的時候 老師講說疊代 疊代 疊代就在講這個過程 講這個 每一次 下一代的值是上一代的值算出來的 然後一直到最後 他收斂到一個結果 統計上就在講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來用R語言來實現一下T度下降法 好不好 來我們來怎麼做咧 我們現在啊 要求的函數極值是X平方 我們把它寫成Original function 等於FunctionX放進去之後 最後是不是可以得到ReturnX平方 所以這是Original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函數沒有人看不懂吧 大家都經過一個學期的摧殘了 應該覺得這個很輕鬆吧 可以嗎 哈囉 都可以喔 好 他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2乘X 這個是不是也是很輕鬆 可以接受吧 好 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好看著喔 StarValue等於0.5 這樣可以接受 StarValue等於5 LearningRate等於0.1 NumberOfIteration 迭代次數1000 好 ResultX等於 RepeatNa NumberOfIteration次 現在你的Result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我們來做回圈 做回圈 我們現在這個回圈大家看得懂嗎 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ResultXi 就等於StarValue 所以現在的ResultX 第一個數字 是不是被我填進了5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i等於2的時候呢 我們再看一次ResultX 第二個數字是不是4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i等於3再做一次 i等於3再加一次 再做一次 好3.2 好 我可以直接用回圈了吧 這邊這個回圈 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應該可以吧 蔡翰你覺得輕鬆嗎 可以喔 詹希可以嗎 詹希 布里斯 蛤 可以嗎 好不要問同學嘛 問我們嘛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蛤 可以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執行喔 我們執行這個回圈 執行1000次嘛對不對 好執行 到目前為止你看 最後我們的ResultX 來看著喔 這個 這個東西的意思是 5乘以10的0次方 4乘以10的0次方 3.2乘以10的0次方 到這個意思就是 4.56乘以10的-5次方 這是科學符號的技術 你看到了這裡 它是不是非常非常接近0的 這樣可以接受 最後一代 這個tail tail就是最後一個數的意思 從後面 最後面的那個數 我們把它print出來 它的答案幾乎跟0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 欸你試的 這一串語法 我們把這個式子 改成x平方 改成x平方 加2乘以x 加1 這是不是 我們剛剛那個函數 對吧 剛剛那個函數 那它的difference function 是不是2乘以x加2 可以接受嗎 我們全部重做一次喔 我剩下下面都不改了喔 欸-1 漂亮 最後得到答案-1 有沒有人要再挑戰一下 用其他函數的 你們理解那個原理了嗎 理解這個原理怎麼做了吧 對不對 好 欸你等我一下喔 我接個掉 好我們繼續上課 那所以現在大家已經理解整個流程了嘛 對不對 這部分 應該應該我應該講的算很清楚了吧 對不對 大家可以 來如果你想要看圖的話 它的動法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第一代的時候在這裡 然後一路滾下來 滾到這裡為止 因為斜率越來越小 所以說它就幾乎不會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後滾到 快到的時候 它就會做很微小的改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剛剛不是說learning rate 這數字設的太小 跟設的太大 大家都不行嗎 我們先設個 0.0001好了 好我們再做一次 欸為什麼不會動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沒有到極值 設的太小了 你每次走 你每次走個 10公分 啊你是什麼時候可以走到七星山啊 走一千步怎麼可能到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就設的太小的問題 走不動 對不對 那 設的大一點的話 我們來設大一點 不然我們設個10好了 我們設個 好 我們設個 好我們設個1.2好了 1.2就好了 欸 -5乘以10的 146四方 莫聞其妙 為什麼 來為什麼 來我們看下一張圖 這個是當你的learning rate 設0.98的時候 他是這樣跑 肢字形下降 當你的learning rate 設到1.02的時候 靠 他居然越跑離 極值越遠 注意到了嗎 為什麼 因為你每跨一步 你就跨到七星山的另外一側 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learning rate 設太大 就是有這個問題 你每跨一步 你知道七星山的另外一側 你發現 啊靠我好像在下山欸 對不對 搞了半天我根本走不到最高點 對不對 步伐太大就是有這個缺點 所以步伐又不能大 欸 又不能大又不能小 這是不是很很麻煩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呃 我們啊 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提出下降法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 Rending rate 這個東西要做實驗 我們才可以知道 怎麼樣的Rending rate 這個就是適當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真是一個討厭的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至少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到了一個東西啦 我們學到了T度下降法 對吧 T度下降法可以幫助我們求 函數的極值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接著呢 會求函數的極值 我們等一下可以拿來 把它Apply到現金回歸上啊 我們來試著用T度下降法 求解現金回歸 看看答案怎麼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個現金回歸 我們以前都會做啊 我們現在試著用不同的方法 來解一點看嘛 大概 我們等一下大概就是要做這件事 好 在解現金回歸之前 我們先教一個東西 叫偏偉分 來這個 不好意思啊 我們想問問看數學系的啊 因為我們想了解數學教育到什麼程度啊 為什麼現在叫偏偉分啊 偏偉分跟偉分差在哪裡 所以系的沒有 不是想特別挑戰你啦 我只是想聽聽你的想法而已啦 因為問 問其他人這個問題 這個 問其他人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叫偏偉分 好 沒關係 我來跟大家講為什麼叫偏偉分啊 好不好 那你知不知道偏偉分跟偉分 最大的定義差別在哪裡 兩個位置數以上就要偏偉分 一個位置數就要偉分 對吧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叫partial 對吧 好我們來繼續 他講的是對的喔 他講的是定義上是對的啦 只是 只是為什麼 兩個以上位置數就要給個新名字 為什麼不是三個以上才給新名字 這個數學系的人都不知道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求偏偉分的時候 這個 我們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這個式子好不好 這個式子是 兩個位置數的一個式子喔 y等於4a平方-4a 加b平方-2b加5 好 我們要怎麼求幾值 在我們海面學會我一分以前 在國中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配方法求幾值的 對吧 下面就是配方法 對吧 配方法求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A等於0.5b等於1的時候會有幾值 可以接受嗎 這裡有沒有人看不懂 都可以吧 所以聲明我們的高中以下的基礎教育 還是算蠻成功的 大家離人工智慧沒有太遠 我跟你講喔 我等一下上 我這一節課上課的節奏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能會覺得很慢 但是我是要確保你們 裡面的至少前 我不是說到第八節課以前你們都不可以 有任何一絲miss嗎 因為在這個中程中我都會上得非常慢 到第八課開始 你們就會找到熟悉的節奏 就會比較快一點的這樣子 可是那個時候你們就會發現 欸你們其實大概就懂了 你們可以做得出來這樣子 好來 那所以這個 這個 A等於0.5b等於1的時候有幾值 那我們要怎麼利用偏微分 來得到最後的答案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 A這個函數 求A的偏微分 等於8a-4 求B的偏微分等於2b-2 好這個有點跳得太快了 我們快上來這裡 對A的偏微分怎麼求啊 來來來護理師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看得出來把2把它放下來對不對 2乘以4變8對吧 2變1 所以就留著對吧 那 1 留下來-4 留著嘛對不對 那後面這一堆 都跟A沒有關係 所以都是常數 都刪掉 所以都刪掉這樣可以吧 所以8a-4沒有問題 好那 B的偏微分呢 2b-2 剩下的東西全部都是常數丟掉 可以吧 至少操作上我們是這樣操作的 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它為什麼比較partial partial differential 最重要的原因 好來 請問一下你在做這個操作的時候 來我們現在思考 我們現在有個函數 這個函數啊 是一個就是一個平面 那現在就是在一個三度空間中啊 剛剛那個函數是不是在一個三度空間中 x軸是A y軸是B 然後結果是C 結果是Z軸 這樣可以接受吧 請問一下你在求 當下 你在求A這個偏微分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事 你在求x軸的偏微分對不對 你對x軸求偏微分 你對x軸求偏微分 你對x軸求偏微分的時候 請你試想一下 你現在站在一個地方 對x軸求偏微分 就是對x這個方向的偏微分 對x這個方向 對南北方 你把它想成對南北方 南北這個方向 我想知道 往北走是往上 還是往下 往南走是往上還是往下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你對 B這個函數 B這個參數球偏微分的時候 其實我是對y軸求偏微分對不對 我對y軸求偏微分的時候 我是站過來 我說 我對東西下 球偏微分 往上是 我不知道 往東是往上 還是往西是往上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其實只求了兩個方向對吧 可是 注意一件事情喔 一個平面上面 我不是有360度那麼多轉嗎 我沒有辦法對 東北方球偏微分 我沒有辦法對東北方球偏微分 睡著系的回答我一下 怎麼做 你說可以 要怎麼做 你少了天尾 我怎麼求東北方的協率 你當然會知道阿 你不要回答嘛 好不好 睡著系的 你做不到對不對 跟大家講一下做不到 微分工具 沒有辦法做到 對45度角球微分 你唯一能做的方式是 你對這一個 彈數做一個 併設 做一個轉軸 你把它轉到 45度角的地方是x軸 這樣我才有辦法對x軸 再求偏微分 得到45度角的協率 但是我問你們一件事情阿 你有360度 你有360度的範圍內 你可能對每個方向都做偏微分嗎 都做微分嗎 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角度可以無限分割 所以說 當 欸這個問題 當它是一元的時候 它是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它有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所以為什麼它叫partial differential 因為從二元函數開始 你再也不可能對所有方向 你再也不可能對所有的方向 都知道 都了解它是往上還往下 你只知道某些很特定的角度 它是往上還往下 這牽涉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按照我剛剛講的T度下降法 我們在講的是T度下降法怎麼做 我站在這個點 我看到 往北走是往上 往東走是往 往西走是往上 所以我要往 東南方走 對吧 可是東南方會不會把可設往上 你可以想像 我現在站在這裡 往這裡是往下 往這裡也往下 往這裡也往下 會不會往這個方向走是往上 非常有可能 函數 地形夠複雜就會有這個狀況 對不對 所以從 偏微分開始 我們再也沒有辦法確定 我們沿著邪域總是往上還往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在偏微分 你要非常清楚 T度下降法 從二元以上 開始 它就有這個非常大的限制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也沒什麼好方法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說你們就算不知道也無所謂 你們只知道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apply到T度下降法 一樣 下一代的A 等於上一代的A 減掉LR 乘上 把A跟B 帶進上一代的 對A球的偏導函數 中 好 B一樣啊 下一代的B等於上一代的B 減掉LR 乘上 上一代的對B的偏導函數之中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來代數字做做看嘛 好不好 來代數字做做看 起始值都0 好了 起始值都0 接著咧 下一代的A 等於上一代的A 減掉LR 乘上 把00帶進去 把00帶進去 最後咧 8乘以0減4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乘以0.1 最後得到0.4 這樣可以 B 一樣 0減掉LR 乘上 B的偏導函數 帶00進去 得到 0減掉 0.1乘上 2 負2 等於0.2 這樣可以接受嗎 0.4 0.2 可以接受吧 好 下一代 那接著 最後最後 你就會到0.51 好 這樣懂了吧 這個就是 T度下降法 應用在偏導函數上的 例子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快樂護理師 有一個問題喔 對 講 那個 你說現在三圍嗎 對 那三圍現在 這是二圍 那 那 我是把這個U 丟到那個三圍裡 那個 你二圍的東西怎麼丟到三圍 我聽不懂 因為我想要知道 你是把兩個U這樣 湊在一起 這樣才有東西難備 然後啊 你再把他 我想跟你講的是說 一個三圍的函數 主要說他可能是一個斗粒狀 好不好 我們就講一個斗粒狀 斗粒 他媽你沒看過斗粒啊 那是斗粒 不然我們是用我們google的好不好 來 欸 主要說 媽 T normal distribution 好 這是一個 Binomial Binomial 好 這是一個三圍的函數 這樣可以吧 我剛剛講 你 你對於任何一個點來講 他是不是都有一個切線斜率 但是 我要告訴你的是 他的切線斜率只能夠看 X軸的切線斜率 跟Y軸的切線斜率 他沒有辦法看任何一個方向的切線斜率 Z軸在這裡啊 Z軸在這裡啊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可以接受 我們要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好 我們現在來做練習一啦 練習一我來帶你們做一次 然後你們等一下都要自己做囉 欸 我跟你們講喔 我前面幾節課出了練習題 你們應該是 要完全 尤其是第一節課的 你應該每一題練習題都可以解得出來 解不出來就是一個大問題啦 好不好 來 來 預測函數現金回歸 我們要求現金回歸嘛 對不對 預測函數Y等於BETA0加BETA1 X 然後接著 Ross Function 2N分之 YI減掉YIHART的平方 SIGMA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都是 欸這個2N分之1 你會說啊靠 我放2N分之1幹嘛 你不放也可以啦 就是只是一個 平均而已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除以2 平均再除以2而已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把這兩個式子合在一起 整合 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 它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它長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哈囉 可以嗎 都可以齁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對BETA0求偏導函數 對BETA1也求偏導函數對不對 來 在我們往下之前 我們要先教一個東西 叫連鎖率 這個連鎖率啊 除了細節效果 那麼燦爛幹什麼 你想要上來教嗎 這個連鎖率喔 我跟YI哥一本講 你們從現在開始 從現在開始 你們如果真的數學很不好 你們跳過數學的過程也沒有關係 並不會影響 並不會影響未來這個 作為人工智慧的運轉 因為未來作為人工智慧運轉的時候 我不可能叫你訓練AI 還叫你求偏導武術 對不對 套件會幫你解決 就程式語言會幫你解決 可是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什麼事都教你套件 到時候出錯了 你就搞不清楚是程式出錯 還是數學出錯了 這樣多了意思吧 所以我可以跟你們講 現在我教的這個東西啊 它不會決定你的下限 下限就是你可以做出什麼 它的下限不會解決出來 但是它會決定你的上限 我剛才跟自備生講了好不好 那個自備生薪水的上限 就決定你這個部分 聽得懂不懂 下限不會被這個決定 下限在第八課以後會決定 好不好 你限定語他媽的程式都不會寫 我跟你講你這個數學你講得再好 你講得滿口數學對不對 你訓練不出一個神經網路 你的下限就是這麼低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如果之後 第八節課以後你有好好學 你訓練得出一個神經網路 就算你數學都不懂 你至少有個下限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的上限被這個決定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喔 好 來跟你們講 現在連鎖率啊 是這個樣子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如果它的 Fx 它等於y 然後 g 它等於z 假設有一個函數 就是先丟進去一個方式裡面 然後得到一個結果 再把這個函數丟進來 得到一個結果 那我對z 我對z 我對z 要求x的微分 我對z要求x的微分 z 現在我根本找不到x嘛 對不對 z現在 它就包在裡面了 它是不是等於 我對 g of f of x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它等於 我先對 g y 求 y的微分 乘上 我對 f x 求x的微分 好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嗎 我不證明這個過程喔 我只要告訴你們結果 你們只要知道結果 你們就會知道 我的運算過程是完全 我沒有作弊 這就是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來再講一次喔 如果你對一個組合函數微分 組合函數 主要說這樣的一個組合函數微分 你得到最後 你要怎麼分別求微分呢 你先對這個函數求微分 但是求y的微分喔 因為裡面沒有x嘛 我沒有辦法求x的微分 再乘以 對y 這個就是y嘛 對不對 對y求x的微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再看一次 對這個z求微分怎麼求 先對他求y的微分 再乘上的對他求x的微分 就這個樣子而已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 這個東西 理論上 學過微積分 誒科比長你微積分是必修嗎 必修 但你還記得嗎 看到還記得 看到的話還記得嗎 也不記得了 好沒關係 理論上應該學過啦 這樣他行可以嗎 但是你覺得你學過嗎 但是你覺得你學過嗎 你覺得你學過 train law嗎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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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唉唷 可以是只說記起來 就有學過 但需要 有學過但是需要一些時間復健 對 這樣他呢 這工藝一定有教吧 對 這個難說 但是這個 報告因為不太常上課 所以不太知道我們教過 不確定 不確定你有沒有辦法代表文化大學 講這句話這樣是不是 我教偏簡派啊 唉呀 阿 不理師 沒有辦法 我還知道 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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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對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啊 我們要怎麼用 利用圈肉 來求下面這個微分啊 來看著喔 我首先 我要對這個函數 求Beta0的微分 我要求Beta0的微分 我沒有辦法直接求Beta0啊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直接求Beta0 所以我要先對YHUD求微分 這樣可以吧 來YHUD在這裡 現在大家看著我怎麼解喔 來看著喔 來 我們先點個大A嘛 好不好 大A 大A等於 大A等於這個 我先看我要猜哪一段啊 大A 好大A就等 好我們就猜 我們猜 我們猜乾淨一點 好這個部分嘛 好大A 大A就等於 呃這個 Yi 減掉 Beta0 加Beta1 X 大A就等於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的Loss呢 我們的Loss 就等於2N分之1 乘上Sigma 大A的平方 可以接受吧 欸我這兩個式子寫的 大家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把剛剛那個式子猜成這樣 對不對 好我現在要對 Loss 球 Beta0 的微分 對嗎 我要對整個Loss 球 Beta0 的微分嘛 可是我沒辦法直接求啊 我可以 是不是可以等於 我先對 大A 球 Loss 的微分 再乘上 我對 大A球 Beta0 的微分 可以接受嗎 我在運用連鎖率 看出來嗎 可以齁 可以齁 那我對Loss球大A的微分 這好不好球 超簡單 我把2拉下來 不是就解決了嗎 2拉下來這個 是不是N分之1消掉 所以我是不是剩下 N分之1 Sigma 大A 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可以接受 在乘上 在乘上 欸我對這一串 球Beta0的微分嘛 這一串球Beta0的微分好不好球啊 超簡單 那不是-1嗎 看出來是-1吧 除了他以外 剩下的東西都跟Beta0無關吧 所以就是-1了 對吧 欸搞了半天 喔那就是這個加上符號 負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大A是什麼 大A是不是在這裡 大A在這裡 好 我們先來看怎麼解的喔 來 我剛剛就在執行拆函數這一段 來這一段 我先對YHOT YHOT就是我的 喔我球的還比較裡面欸 真是受不了 YHOT就是我剛 欸我 剛 所以我是 我把YHOT 我這樣子這邊是球的不好 好不好 我覺得我這個步驟太多了 這個步驟太多 我這樣球比較好 我對大A直接球這樣比較好 好沒關係 我先對YHOT 球Loss Function的微分 再對 Beta0球YHOT的微分 那結果咧 這個東西球微分之後 我們會等於 YHOT 減掉2 2拉下來 2拉下來 然後變成 YHOT減掉Y 因為他有個負號 要把他正負 正負兌換 這樣可以了 好 YHOT減掉Y 在乘上 這東西球 Beta0的 這個 微分 那這就1嘛 所以最後我得到的答案 Beta0的Loss 對Beta0球Loss 他得到的答案就是長這樣 這是 對Beta0球偏倒函數 所以 Beta0的偏倒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跟你們跟大家講啊 一樣喔 我跟你們講 就是這一串 你們要不要匯算 沒有那麼重要啦 好不好 我們這邊也不是上統計課嘛 對不對 但你們只要知道這個決定 你們的傷線啊 下線不是決定下線啊 大部分人覺得下線是比較重要的 江山景覺得 你比較 比較重視上線對不對 你還是覺得 你怎麼沒有沒有志氣啊 對不對 你應該說下線對我來講不是問題啊 對不對 我需要的上線 好來 那對Beta1球 偏倒函數會不會覺得很難 欸不會 因為前面的過程完全一樣 到這裡為止才不一樣嘛 所以就X留下來對吧 所以乘上X 他答案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兩個 就是 我的偏導函數 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 來 我跟大家講 我已經把它寫下來囉 來 這個是 給你一組數據 X跟Y 然後這個是Original Function Original Function就是 給我一個Beta0跟一個Beta1 然後我把X的X Y的Y把它帶進來之後 然後你給定一個Beta0跟Beta1 我就可以把YH算出來 並且算出損失嘛 這是我的Original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是不是我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 當下的Beta0跟Beta1帶進來 還有你的數據帶進來 我就可以算出 你當下Beta0的協率率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 來 再看一次我剛剛的式子喔 完全一樣喔 完全一樣喔 這樣可以接受嗎 YH-Y 加起來之後 再除以N 就這個樣子 好 Beta1呢 YH-Y 先乘上X再雷加 然後再把它除以N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現在要做什麼 來 對於剛剛的XY來講 現在 用 R裡面的函數 求出來的結局是5.3 斜率是0.9 請你用 T度下降法 就是你隨機給 Beta0跟Beta1 兩個 各一個起始值 起始值可以是0 00 00開始 然後 給它疊代1000次 學習率 怎麼疊代呢 請你參考上面這個 Differential Function有了嗎 對不對 給一個Star Value 但是你現在要給兩個Star Value 因為你有Beta0也有Beta1 對不對 然後Learning Rate 疊代次數 然後 每一代存下來 接著就跑回圈嘛 對不對 最後看看你的答案 是不是5.3 5.3跟0.9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啊 好不好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其實啊 跟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這裡 這裡是我們的 目前的 T2下降法 欸我們 不是我們的原料 我們原料就長這樣嘛 對不對 我們不要直接貼答案 貼答案沒意思 我們來前面貼這一串 來Star Value等於 Star Value要設多少都無所謂啊 對不對 Y 接著Learning Rate0.1 然後一代 然後我們這邊Result不要ResultX ResultB0 跟ResultB1 這樣可以接受嗎 ResultB0跟ResultB1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 我們才要兩個嘛 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把 ResultB0 ResultB1 好 這樣子就是 當第一代的時候 B0跟B1 就是它的Star Value 這樣可以嗎 接下來 ResultB0 下一代的ResultB0 等於上代的ResultB0 減掉Rainting Rate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B0 Differential Function B1 B0 然後把這一堆參數 通過填進來 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個B0啊 B0要填 B1要填 B1要填喔 因為你在算Differential Function 的時候 它同時需要B0跟B1 兩個參數 我才有辦法算出來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我們B0做一次 B1也做一次 B1也做一次 好就這樣 我們按下Source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B0的軌跡 好從5開始 經過一段乱跑之後 它最後到5.3 好B1呢 同樣也是 從5開始 經過一段乱跑之後 最後到0.9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就是我們 我們最後得到的答案 所以用T度下降法 求現金回歸 大家應該覺得 沒有那麼難了吧 對不對 哈囉 這邊有沒有人 還不會了 有沒有人覺得 比代工事快一點的 沒有好沒關係 好那 到我們下一題之後 我們來問一下 大家生物統計就上完了嘛 對不對 那個有學到邏輯是會規嗎 你們有沒有人會求邏輯是會規 你們有沒有人會邏輯是會規 怎麼算的啊 江山進 你不是統計很好嗎 蘇老師說的 蘇老師說你統計很好 所以我們使用太高了 邏輯是 所以你不會求邏輯是會規 沒有太規 你只會用SPS做 你真的沒有意思啊 你們現金回歸不是會首算嗎 你會首算邏輯是會規嗎 有學過 有學過 真的有學過 你不要唬爛我喔 你不要唬爛我喔 好來來來 蔡仁翰你會不會首算邏輯是會規 不會 不會 怎麼會講他這麼堅決果斷 因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會 老師我們應該要問一下 怪語 怪語 邏輯是會規你會首算嗎 你為什麼不會首算 老師沒教嗎 我自己就要自己修 統計是要自己修的 李美全不是有交螺絲是會規嗎 老師都用這個 他沒用首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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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給碰 喔 不過像你剛剛說 你會首算 沒有 大學有教過 大學有教過 可是我忘了 我平常聽講我都不會首算 你知道為什麼我都不會嗎 你根本沒有辦法首算阿 我跟你們講喔 邏輯是會規 邏輯是會規是不可能首算的 你們能夠會首算的邏輯是會規 那只有在特例中的特例 就來說給你一個2x2的table阿 用adderation回算什麼的 邏輯是會規是沒有一般解的 沒有 我們還會用個數學一點的tand 沒有解析解 這樣懂阿 什麼叫沒有解析解數學系 要不要幫我解釋一下 你沒有聽過解析解 你不知道什麼叫解析解 你沒有精確解這樣可以嗎 有 你這個 這個提出想法求出來是禁式解 你應該知道吧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邏輯是會規沒有 解析解 解析解就是你代公式可以得到一個 完全正確的值 這樣懂阿 邏輯是會規沒有這東西 邏輯是會規只有禁式解 我們現在來跟你們講一下 邏輯是會規 當然 你去用統計團體做的時候 他一定會跟你講 我迭代了幾次 一定有這個參數可以設 詹阿琪你有看過迭代這個東西對不對 邏輯是會規有 但是現金迴規沒有 因為現金迴規有公式解 邏輯是會規沒有 那邏輯是會規什麼叫迭代解 其實就是用t2下降法 不過我跟你們老實講 在SPSS裡面 解邏輯是會規不是用t2下降法 他們是用很類似的方法 但T2下降法可以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邏輯是會規 他的式子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他的式子 這邊有沒有人不認識邏輯是會規的阿 都認識 至少 至少都 至少認識嘛對不對 好 來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我們的Linear Predictor 這個LP就是Linear Predictor 不要亂想 好不好 這個Linear Predictor 等於Beta0加Beta1X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Linear Predictor 它跟P P是這個樣本 是Positive的機率對吧 P的關係是 LogP除以1-P等於Linear Predictor 等於Beta0加Beta1X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上面這個式子可以接受嗎 把上面這個式子 換成下面這個式子可不可以接受阿 欸 數學系的點頭 護理系的搖頭 欸 我們來 試著給大家解一下好不好 來 不然大家總是會覺得我跳得很快 對不對 來 來 LogP 1-P 等於 我們就要 我們等於A好了 大A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等量公里 用什麼 2Basic Exponential 可以接受嗎 P P 除以1-P 等於 1的A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江振瑾你是很熟的對不對 沒有 我真的難看 你真的難看 好來 接下來怎麼解決 下一步 2B一起乘以1-P嘛 對不對 P 等於1的A次方 減掉1的A次方 乘以P 可以接受嗎 不會太難吧 對不對 好至下一步 把P移過來嘛 對不對 P 加上 1的A次方 P 等於1的A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我跳了 我非常非常慢了 對不對 把這個東西 把P提出來 1加上 1的A次方 等於1的A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好 P 是不是就等於 1加上 1的A次方 分之1的A次方 可以接受嗎 好 可以接受的話 上下一起 除以 1的A次方 上下一起 除以1的A次方 上面 是不是等於1 可以接受嗎 喔 是不是看不到 來 P等於 1的A次方 1加上 1的A次方 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上下一起除以1的A次方 上面 分子是不是變1 下面呢 1的A次方 除以1是多少 1 對啊 加1 那1除以1的A次方 是多少 來 1除以1的A次方 是多少 1的負A次方 可以接受嗎 欸 看一下我獅子 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數學系的果然不是不一樣喔 一開始一眼就看出了 兩次等價 對不對 這麼厲害 真的太厲害了 好 那 欸 這個 所以這個獅子這樣大家懂吧 好 這個獅子你懂了以後 欸你就知道說 欸 欸那我們就簡單啊 邏輯社會規是不是就是 把這個 β0跟β1x 然後他的關係式就寫成這樣 對不對 啊 寫成這樣的關係式不太好用 我們寫成這樣的關係式 這就方便了 你可能會覺得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其實 其實就是寫成這樣的關係式 我們才有辦法用我們剛剛那一套 就是 這個 我們就是我們剛剛那一套就是那個 呃 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的結合 然後求那個 又求偏導的函數嘛 對吧 可以接受 好 欸到這邊為止大家有沒有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都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就可以吧 好來繼續我們往下 來 我們來 求解一下 那我們的損失函數用什麼 來 p跟y的損失函數用什麼 我們就用乘他平方和好了 好不好 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沒有學到其他損失函數嘛 可以接受啊 那我們就乘他平方和 的確啊 y跟x y跟p也是越接近越好嘛 對不對 所以殘差平方和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使用殘差平方和 那結果呢 我們把 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合併 他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啊 有點複雜 而且我們要對這麼複雜的獅子球 β0跟β1的偏倒人數 對吧 你們已經理知了我要做什麼了嗎 對不對 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不用害怕我會幫你們求嘛 對不對 我會幫你們求啊對不對 你害怕什麼勒 來 你覺得 你認為我練習題會是這麼的 這麼的凶狠說 欸 我試著列出來了 請大家求一下 順便把層次寫出來 不會啊 沒有那麼狠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題要怎麼求啊 首先 你要知道 連鎖率 連鎖率我們剛剛就夠了 違分除法 長這副德性 好這個 指數違分 違分除法 我跟你們講喔 我現在給你們的東西 我都是直接 你們就是代公式就好 不要想通想息 就是代公式就好 不要說什麼 媽的 我還要證明 違分除法長這樣 好不好 沒有這種事喔 我都沒有證明喔 連鎖率我也沒有證明喔 你們就只要會用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指數違分 指數違分非常的特別啊 等於自己 指數違分等於自己 欸 看到這麼 這麼巧妙的一件事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喔難怪 這個 這個 1這個數字真的非常的特別啊 對不對 他違分之後就等於自己耶 有沒有很特別 啊怎麼了 欸數學系的點頭點 那麼快樂該怎麼 怎麼了 是違分不是就這個樣子嗎 我沒有寫錯嘛 對不對 欸好了 大家知道 欸 我跟你講喔 你們如果都知道這件資料 然後你又知道說 這個式子常常都要求違分嘛 對不對 數學統計的式子常 就要求違分 不要那麼解啊對不對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logic regression 那個log 那個log是naturallog 那個log不是以食為底啊 我們以前到中的時候 不是都喜歡以食為底啊 因為這樣之後解東西比較方便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s型函數的微分 s型函數就是我們剛剛解半天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s型函數 為什麼它叫s型函數 因為x跟y的關係經過這個函數之後 它的樣子會長得很像就是0 它的樣子會長得很像這樣 所以它叫s型函數長就像s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也可以把它叫logistic 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好這就是s型函數 s型函數的微分 我們來試著對s型函數微分一下好不好 來看著喔 對s型函數微分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的話 這個東西 對它求下面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用微分除法 我們可以很快的發現 下面就是 這個東西的平方 這個東西的平方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的平方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1嘛 對不對 1乘上 這個 不是是 這個東西乘上 1的微分 1沒有什麼微分 1微分就0了嘛 所以這一項都不看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項都不看了 那 這個東西 就是1嘛 對不對 乘上 這個東西的微分 這個東西的微分是什麼 這個東西對 這個東西的微分是什麼 這個東西的微分 他媽的就是 就是1啊 對不對 所以上面就-1 下面它自己的平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勒 在乘上 我對這個東西 求x的微分 來 負x嘛對不對 來 他自己求自己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自己 本身 欸 可是因為他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負號給我下來 來 這樣可以吧 你這樣 欸 這樣 這個函數是不是可以 把它整合一下 這個負號跟負號消去嘛 對不對 移上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移上來之後 有趣的事情發現啊 這個式子居然可以看成這個樣子 好啦 我跟你們講啊 你們可以從上面下來 我服務了你們啊 好不好 上面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從下面上去比較簡單啊 就是 我們先證明 這個等於他嘛 好不好 這個等於他 這怎麼等於他 分母通分嘛對不對 這樣通分是不是 1加上1的負x四方-1 喔那就是1的負x四方嘛對不對 1的負x四方乘1 喔1的負x四方 從下面上去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吧 欸 哈囉 你露出了困惑眼神啊 這樣成績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報告可以對不對 下次要不要講一下報告啊 這邊比較 這 好啦 我開玩笑了 我開玩笑了 不要隨便亂加報告好不好 感覺這裡非常奇怪 好啦 欸 我報告可以 你不要 不要隨便亂 不要隨便亂學啊 對不對 你們是有當過兵嗎 你們當過了 所以你們知道 在軍營裡面 都是這樣報告的 是不是 你們都不曉隨便 你們都不曉隨便 好啦好啦 張阿琪你應該可以吧 可以好 非常好 別 怎麼啦你不要隨便 你女生有沒有 你叫什麼 人家女生就不知道很好啊 對不對 你這樣 到時候也叫報告怎麼辦 好啦 開玩笑 這樣 所以 這個 那這個東西本身不就S型函數嗎 對吧 這個東西是E-S型函數嗎 所以對S型函數為分 等於S型函數乘上E-自己 自己乘上E-自己 一個東西的為分 等於自己乘上E-自己 真的有趣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OK 那我們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S型函數的為分求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算Beta0的偏導函數啦 為什麼我們需要求S型函數的偏導為分 偏導函數 因為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連鎖率來解它 好我們來看喔 來 Differential Y Y 這個東西求Beta0的偏導為分 等於先對這個東西求P的偏導為分 再對這個東西P求Beta0的偏導為分 這是連鎖率對吧 可以接受嗎 欸你們可能沒有像我這麼熟練啦 但是 它就連鎖率 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對於想提升自己上限的人來講 主要是自費生啊 這個畢竟 軍費生老實就講了嘛 你們就是這個樣子了 工作都已經幫你們找好了 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了對不對 好對自費生來講啊 你們想要更好的上限 欸拜託你們回去自己稍微解一下好不好 來 這個 對這個東西求P的偏導為分 欸 是不是對這個東西求P的偏導為分 對吧 然後跟 對 這個東西P P是不是他自己 S型函數 跟LP 我又把它拆開了 這邊又是一個連鎖率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非常簡單啊 P跟Y調換 把2拉下來 N分之1這個 乘上 這個東西是不是S型函數自己 自己乘上自己對吧 自己乘上1-自己 自己就是P嘛 P乘上1-P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跟 LP LP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那下來1 好 所以這個就是 Beta0的偏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我跳的會不會很快 需要回去複習一下 可以嗎可以嗎 那我們就跳過囉好不好 我這個部分就是 我這個部分 我是建議啊 大家都已經1下了對不對 也沒什麼課了嘛對不對 花多一點時間在這上面 好不好 之前那個課 我們就沒有要求大家花很多時間了嗎 這個課我是強庭的建議大家 多花一點時間 提升讓自己的上限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Beta1的偏導函數 過程是可以略的 最後留下一個X 這樣可以接受嗎 跟前面一模一樣 好 來 練習題來啦 來 我已經幫你們解好了 已經寫在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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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不要 你不要覺得我們都找你麻煩嘛 對不對 已經寫在上面了 好 已經寫在上面了 好接著 有Beta0 有Beta1的偏導函數了 對不對 已經寫在上面了 然後接著 來我們跟 Glm 這個是不是logistic regression 啊 logistic regression 的結果是 -1.99 然後 斜率是0.36 好 請你用T2下降法 求一下好不好 這裡就是 這就是剛剛我們求的 那個偏導函數的結果 我完全沒有打錯喔 你不用驗證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好 寫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答案啊 欸你發現 答案 我跟你們講啊 我剛剛把Differential Function 改完之後 下面有需要動嗎 沒有需要動對不對 完全連動都不用動 對不對 你們這些做出來的人 都沒有動下面嘛 對不對 而且其實也不用動 對不對 你們仔細想想就是 七度下降法 這個東西如果要動 那他還方便嗎 所以他其實只要求完為分 結束之後 東西就會出來嘛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sauce 欸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star value是5 對不對 我star value改0 欸這個1.2 1.2 0.23 這是你們出來的答案 雖然跟結果不一樣 跟我們GLMNet 那個產生出來的結果不一樣 但是 結果差不多 對吧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來請你看下面這個圖 我們來看前面這個圖 他是一路這樣滑下來 最後到 到0.9跟5.3的地方 對不對 現在 你的函數圖形 長成了這個樣子 你長成這個樣子 來 你從0的時候還在跑 他是不是有些地方 凹凸凸的 他是不是有一點凹凸凸的 他沒有 他永遠都在往下 往那個地方集中 可是有時候比較平 有時候比較緩 有時候比較陡 有時候比較陡 對不對 你如果在比較陡的地方 開始跑的話 他當然會跑比較快 對不對 那如果在很平的地方呢 幾乎不會動 注意到嗎 幾乎不會動 剛剛我們射5開頭 不會動 55不會動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在很平的地方 你如果這裡射 50 我告訴你 他每一代都是50 完全跑不動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函數圖形怪怪的 你們注意到了嗎 我們剛剛想說 Predition function Cost function 做完之後 好像似乎一切就解決了 為什麼我說數學 決定你的上限就是這個原因 搞半天你的程式沒有錯 數學錯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數學錯在哪裡 來數學 我們看數學錯在哪裡 這是Beta0的偏導函數 這是Beta1的偏導函數 好 你看到了什麼問題 P乘以1-P P這個東西 是不是 如果他很大很大 就是 你的Linear Predictor 很大很大的時候 P就是1嘛 那1-P是不是就0 那靠那全部不就是0的嗎 所以啊 這一個函數 這個偏導函數 他長成這個樣子 他有一個問題 如果 當你的起始值很大的時候 主要說5050 你 Beta0是50 Beta1也是50 你隨便帶個X進去 出來的值是不是就是很大 出來的值是不是就是很大 很大經過 S型函數轉換之後 它是不是就是 很大 那1-P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0 它是不是就沒有斜率 沒有斜率 我怎麼動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一開始設 -10-10的時候 它怎麼動 所以搞半天一件事情 我其實根本 我在很極端的狀況下 好像不是隨機起始值都可以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有P乘1-P的部分 這P乘1-P的部分 是一個關鍵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呢 我們的解決方法很有趣喔 解決方法是 那 看起來殘差平方合 有點麻煩 我把它換成另外一個 寫思函數 叫Cross Entropy 這Cross Entropy長成這個樣子 來 這個樣子有點複雜 我直接跟大家講 欸笑什麼 數得細的看過 沒有看過 好 這個函數有什麼特別的 來 當Y等於1的時候 當Y等於1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等於LogP -LogP 這個函數就是當Y等於1的時候 因為Y只有可能是0跟1 這樣可以接受 Y只有可能是0跟1喔 當Y等於1的時候 這個函數是不是-LogP 那P 是不是介於0到1之間 P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負無限大 P等於0的時候 LogP LogP是不是負無限大 那 加上一個負號 它是不是正無限大 它是不是很大數字 那P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0 LogE等於0 對不對 好所以說 當Y等於1的時候 它希望P越接近1越好 越接近1它就越小 對不對 從負無限大到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當 當Y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 這個部分就捨屈了 對不對 只留下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LogP 這個時候 P是不是越接近0越好 越接近0的話 LogP 就等於1 對不對 越接近0越好 所以說 這個Close entropy 這個函數 它非常小的地方是 Y等於0的時候 P就越接近0越好 Y等於1的時候 P就越接近1越好 所以是不是有類似於 那個 殘差平方合的效果 懂我的意思嗎 一樣 我的優化目標沒有改變喔 但是我把函數改寫 這個函數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對 Cross entropy 求微分的話 如果對 Cross entropy 對數的微分 對於 Log X 求微分 等於1 注意這個Log 是Natural Log 如果是有底數的 你就要用換底公式 把它換成 什麼東西你們在問什麼 你不用問我啊 不要害羞啊 好啦好啦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的底數不是自然數的話 你就要先用換底公式 把它換成 那個 底數為這個 就是自然數的 這個 就是 的 對數 才有辦法求微分 這個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好 Cross entropy 的微分 來 我們對這一整串 求P的微分 對這一整串 求P的微分 看著喔 怎麼求喔 對 那是不是 在這裡求P的微分 在這裡求P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加號我可以分別求嘛 分別求我再把它加起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對這東西求P的微分 喔 那就是P分之1 P分之1乘Y對吧 可以接受嗎 來 Y分之P可以接受 那對這個東西求 P的微分呢 來 1-P分之1-Y 但是要有個加和一個負號 為什麼因為這裡有個負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P分之Y 減掉1-P分之1-Y 把兩者通分 通分之後你會產生 P乘以1-P分之P-Y 這是Cross Entropy的微分 欸你說我這樣子 我用Cross Entropy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再做一次 偏導行數好不好 來我們先對 Cross Entropy我們知道 本來Logistic Regulation Logistic Regulation 是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對不對 它配的 Cross Function 是殘塔平方盒 我現在把這個殘塔平方盒 改成Cross Entropy 我只是改損害數嘛 對不對 我沒有改Predition Function 所以它還是邏輯之外規 對吧 改成Cross Entropy之後 我們再求一次偏導行數 一樣 先對Cross Entropy 求P的微分 再對P求Beta0的微分 對 求的微分 求完之後 這個對P的微分 就是先求LP的微分 再求LP對 Beta0對LP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這個東西是不是 P乘以1-P 分之P-Y-Y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我們上面求過了嘛 然後對這個東西 就是S型函數微分嘛 P乘以1-P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後面呢 1嘛對不對 欸這邊是不是可以約分啊 哇這下厲害了 最後偏導行數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來同樣的 來這個 所有過程一樣嘛 該約分的還是有約掉 最後把X留下來 這是不是結果 好 所以啊 換損失函數 給我們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把 我們不想要的部分約分約掉 厲害吧 來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好練習3 一樣 一樣喔 只給你們5分鐘的時間練習喔 你們不要跟我講做不出來 好不好 來 結我都已經把 偏導函數把它求完了嘛 對不對 好請你 複製貼上 來 唉唷 我都已經騙過你們 你們就做嘛 對不對 來給你們5分鐘試一下 這次最重要的是要試什麼東西 剛剛我們不同的起始值結果很不一樣 因為會被 會被 PX1-P的地方困住嘛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應該不應該有這個問題 你應該任意起始值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答案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各位同學 這一題的答案非常簡單嘛 從頭複製到 再重做一次就可以了嘛對不對 好頂多就是1000可能不夠 我們要改1萬啦好不好 來再看一次 好 欸這個沒有問題了吧 欸 完全一樣 跟GLM的結果完全一樣嘛 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嗎 欸GLM那個函數就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然的話怎麼可能答案完全一樣 前面那個方法答案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就是用CrossEntropy這個函數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換了CrossEntropy之後 就可以做出來了 原因是因為 請你看他的 T度 他的這個圖 你有沒有發現他看起來 是不是比剛剛好多了 所以你從任何一個點去 讓那個小球去滾 他最後都可以滾到結果 滾到解決 滾到最後的重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跟大家今天上課做個總結啦 今天的課已經上完了 我們現在 先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就來做總結啦 來這個大家都學統計學嘛對不對 這個統計學啊 你會說CrossEntropy這個函數 他媽怎麼可能被想出來 到底怎麼 來 統計老師難道一開始就已經想好 CrossEntropy這東西啊 答案是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來跟大家講一下 是在統計學喔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要求解的時候 我不是去設計一個什麼損失函數 然後又讓那個損失最小化 統計學不是這樣想事情 我剛剛講的那個角度齁 是子宮系的想法 是吧 你們以前有沒有上過 有啊 不好意思 永不能代表了對不對 沒關係 沒關係 同學想法是這樣子的 我希望啊 我知道我找了一組樣本 這個樣本就是一堆X跟Y嘛 對不對 我希望找出一組參數 找出一組參數 這個參數可能是平均值 可能標準差 就是找出一組母體參數 讓我抽出這個樣本幾率最大化 這是統計學我想做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的樣本幾率要怎麼算呢 誒 二元 這個二元 這個二元 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的那個 是怎麼寫 啊 剛剛我們寫二項分布 誒是不是 這個 p 的 c 呃 n x的方 p的x的方 乘上p-p的 n-x的方 誒這個可以啦 可以接受嗎 二項分布的機率嘛 就是 在n個 n個樣本裡面 我們抽出x次 抽出 總共n 然後就是 他抽出來的機率就是這個樣子寫嘛 對不對 所以啊 對於每個人來講 他的機率就是p的y次方 他有沒有抽到嘛 有 有的 就是他的機率 這是他的機率喔 他的機率 成長他有沒有抽到嘛 對不對 1-b 1-y 這就是 這一個人的機率 這第一個人的機率 把它 全部累成起來 注意是累成喔 累成這樣等於是嗎 累成 累成起來 這個就是樣本機率 我希望讓這個樣本機率最大化 我 找出一組 參數 maxima 這個東西 可以接受嗎 這是邏輯思惠規在設計 邏輯思惠規的時候 他所用的邏輯喔 這樣可以吧 你對這個東西取log 你對這個東西取log log log 累成取了log 是不是變累加 可以接受嗎 睡醒了 幫我點個頭嗎 好 不錯 謝謝 謝謝你的配合 log py y 這個y是不是可以 log 這個指數 是不是可以移到前面來 可以接受嗎 加 這個乘法變加法 乘法變加法 可以接受嗎 1-y 是不是又可以移下來 可以接受嗎 maxima 這個東西 靠這個東西 跟closing quality 長得 不只是8-7分下 這是100%下 好不好 根本就一樣的東西 差別的姿態 我們剛剛 closing quality加了一個負號 對不對 我們要minima 那個東西 加了負號 本來maxima 這個東西 那就變成minima minima這個東西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你看 結果應運而生 輸足同歸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搞了半天 原來統計 統計跟這個機器學習 這是完全一樣的東西啊 至少再算邏輯 所以graceau是完全一樣的 好不好 好這樣懂了嗎 這個 這樣知道為什麼我說 這東西決定了你的上限嗎 欸你如果這些東西都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 欸我們剛剛已經做了一個實驗嘛 不是說你程式寫錯了 是你數學錯了 對不對 在我們第二節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demo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結論 好不好 今天我們上了一堆課 第二個 我們希望大家學習到什麼呢 來第一個 核心原理是什麼 Predition function Course function 對吧 定好了之後 這個我們就可以求出 我們就可以透過 T度下降法 求出一組 在那一堆 在那個function set裡面 求出一個function 那我們可以做預測 對不對 第二個我們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來這個 那個 Course function 喔 它看起來是要好好定喔 你不能隨便亂定喔 對不對 你不能說他媽的Y跟P 他們都是越接近越好 我就用那個殘塔明方和 結果可能會有問題喔 求解這樣會困難 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核心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我們這一門 就是這一個學習上16堂課 對不對 我們之後的每一堂課 都會用到這個核心 我們 我們再也不會用其他解法 我可以跟你們講 深度學習就是用這個解法 沒有其他解法 只差我們未來會怎麼去寫 Predition function 會寫什麼樣的code function 只差在這裡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他就是長這樣 好 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啊 有沒有問題啊 欸都沒有 都沒有嗎 好都沒有 那我們就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啊 謝謝大家